火影中的人物和战斗都有很多 有些战斗是会打得你死我活 而另一些战斗就可能有别的目的 比如考察徒弟或者传授人数 在这些战斗中强的一方往往就会手下留情 我们俗称为放水 今天我们就来按照时间顺序盘点下火影中的十大放水战斗 第十一名白队名人佐助 波之国是第七班的首个C级任务 名人佐助在这次任务中飞速成长 在第一次遇到再步展的战斗中成功帮卡卡西脱离险境 不过在第一次和再步展的战斗中 名佐二人的表现机会并不多 但第二次再步展带着白前来报仇的时候 他特意用雾影之术缠住卡卡西 而白的对手就是佐助了 一开始佐助还能和白打个你来我往 但当白用出魔镜冰金 佐助立马就陷入困境险象还生 即便名人及时赶来 战况也没什么变化 不过白不光长得漂亮 而且真的是善良温柔 虽然一直占据上风 但他的攻击一直都有意避开名人佐助的致命国 所以即便佐助被刺成了刺吻 也仅仅是皮外伤 不过名人佐助毕竟是主角 在这一战中佐助率先开挂觉醒了血文眼 瞬间就能清晰地看到白千本的攻击路线了 这让白一度陷入困境 为了稳住局势 白稍微认真了血 但他也只是刺晕了佐助还是没下死手 不过当名人以为佐助死了 在愤怒的情况下九尾查克拉泄露后 一切就都结束了 九尾的力量早就超出了白的控制 白被名人击败 最后还死在了卡卡西手里 这次战斗白放水的原因就是过于善良 第十名大蛇丸对佐助 这是发生在中人考试第二场死亡森林中的战斗 为了测试佐助是不适合成为自己的容器 大蛇丸亲自下场 他先是杀了一名草影村的考生 然后夺取了他的面容 伪装成该考生混入了死亡森林 他直奔目标第七版 其实按照大蛇丸当时的实力 他随时可以把三小强生吞活剥 然而为了测试佐助的能力 他不断地刺激佐助逼他出手 最终佐助在大蛇丸和名人的双重刺激下终于出手 大蛇丸开开心心地陪佐助打了一场 在战斗中他还是可以随时秒杀佐助 然而他采取的是卫招战术 想看看佐助究竟有多少潜力 当佐助自以为胜利的时候 大蛇丸才正断了钢丝 满意地给佐助种下了天之骤印 第九名幼的昭物归乡之战 木叶崩溃计划以三代战死而告终 又和鬼交奉长门的命令来到木叶考察久尾 当然宇智波又此行另有目的 那就是仅是木叶高层尤其是告诉团葬 自己还活着 不要对佐助出手 否则会把木叶的情报交给其他人村 但身为木叶间谍的又在此行中先遇到了 阿斯玛西日红和卡卡西 比实力的话此时又有极大的优势 而且按常理来说他和鬼交应该速战速决 不过在战斗中又却处处留情 就是在卡卡西中阅读之后 又都有大把的时间杀死卡卡西 但他却没那么做 他的行为有诸多一点 按照阿斯玛得到的情报 又带着鬼交穿着小组织的火云服 已经在木叶附近瞎转耀了三天 再转下去瞎子都快发现他们了 阿斯玛实在想不通又为何要这么做 直到宇智波灭族的真相被揭示后 我们才知道又是木叶的见底 这是给木叶准备时间的 要是真职行小组织的命令 他们完全有可能带走名人 第八名三人的同学大战 大舍丸的双手被老师三代火影封印后痛苦至极 为了智商他放下一切 带着小跟班钥匙兜满世界的寻找钢手 而此时自来也和名人也在找钢手叫他回村继任五代火影 三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诗歌十几年再一次相见了 在动漫中三人打得难解难分 而在漫画中摆脱孔穴症的钢手一拳 就把大舍丸揍趴下了 使他再无还手之力 此时无论是钢手或是有伤的自来也都能解决大舍丸 但他们却念及同窗之意没有动手 听大舍丸叨叨叨了几句就放他逃走了 这次钢手和自来也们手下留情完全是因为念及旧情 他们一直盼着大舍丸能感谢归正 就像名人对左柱的感情一样 好在虽然大舍丸作恶多端 但在火影完结的时候确实感谢归正了 也不算枉费自来也和钢手的苦情 第七名小鹰和千代婆婆对赤杀之心 这场战斗从表面上看打得无比惨烈 歇的每一击都有毒性 要不是小鹰早就准备了解毒药 他和千代婆婆早就死了 可即便如此 歇还是在这一战中放水了 第一个证据就是歇还有一个重要的卷轴没有使用 第二个证据是千代婆婆说 歇早就看穿了我的最后一击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闪避 从这些因素来看歇这场战斗也放了不少的水 至于原因吗 肯定是在想感受下父母的爱 第六名左右的兄弟大战 这是火影中最著名的放水战斗 也是很多人口中放了一个太平洋的战斗 很多人都觉得右的实力远远强于左柱 但我觉得还是要给左柱平反下 此战之前左柱刚刚打赢了迪达拉 妥妥的隐级实力 在常规能力上左柱已经不比右差 甚至因为身体健康还有优势 比如比好火球之术左柱就是强于右 而且我也倾向于左柱是靠自己的能力破解的阅读 麒麟更是出乎右的意料之外 那右在哪些方面放水的呢 其实是战术方面 右打别人都是对症下药 如果简单的能力不起作用立马拿出杀招 比如对迪达拉和大蛇丸几乎都是一招秒杀 而对左柱则是叫血菊 左柱要比啥就陪他比啥 但在战斗中他没想到左柱会破解阅读 也没躲过左柱的手里进机关 可以说在常规能力上左柱只是比右的速度慢一些 其他方面已经不比右弱了 不过这已经是放了大水了 换别人早就一分钟结束战斗了 又放水原因就是爱他的欧豆豆了 第五名鬼胶对奇拉比的战斗 在左柱的鹰小队抓获奇拉比失败后 带土又派出了鬼胶去抓巴尾 鬼胶人称无为伟兽 再加上他的大刀交击 堪称是人助力的克星 而战斗也是朝对鬼胶有力的方向发展的 他靠着水墩大爆水冲波在水里占尽优势 正常发展下去这一战鬼胶真能抓住奇拉比 但鬼胶在此战中也放手了 他真实的任务是潜伏 并不是抓巴尾 所以在战斗中他也怕打死奇拉比 而且在中途还让白绝替代了自己 而他则藏到了交际中 随时准备潜伏 其实奇拉比这一战也没尽全力 他要顾及老师和浣熊 所以不敢使用地图炮一类的人数 也就导致了他处处被动 这是一场双方都放水的战斗 鬼胶是因为有潜伏的任务 奇拉比是因为顾及他人 所以这一战不能作为评价二人实力的标准 第四名大量会图转生者的战斗 第四次人接大战 圆梦大师都会图转生了很多人 而且巧合的是 他们很多人都遇到了和自己有渊源的人者 这就导致了大量的放水战斗 虽然身体不听自己的 但嘴可以随便说 比如二代图影就告诉大爷们 可以让封影我艾罗赶至他的位置 而长门也提醒名人下一招是什么攻击 加藤段更是一出来 就让秋道丁座叫人把自己用结界忍住困住 几乎全程关战 没发挥什么作用 还有很多就不一列举 他们战斗放水的原因是主观上不小战斗 第三名现任无影联手对战影之波班 第四次人接大战中期 要是兜的惠土大军纷纷被封印 为了扭转战局 他拿出了王牌与之波班 班一出场就在战场上横扫千军 一个人把忍者联军打得节节败退 在指挥部的刚手和四代雷影看不下去吗 一起赶到战场 再加上从另一个战场上赶来的水影赵美 忍戒无影第一次联手对比 一开始五人还能和班剑招拆招 还打碎过班的虚左农户 可当宇智波班完够了的时候 就开启了完全体虚左农户 一招披衫 无影立刻就败下阵来 军被打成重伤 要不是大蛇丸带着香菱及时赶来 无影可能都会葬身于此 班在这次战斗中 从始至终一直放水 完全是老手戏完童完的心态 即使最后把他们打倒也没下杀手 因为他完全看不上这些后果 在他眼里只有牵手助肩 值得自己认真战斗 第二名神威空间内的卡卡西戴土的战斗 卡卡西和戴土在忍戒大战中 最诡异的能力都是神威 可在神威空间内 两人都无法使用这股力量 只能用常规忍术厮杀 最后卡卡西打穿了戴土的心脏 戴土带着重伤逃出了神威空间 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 都认为火影的战力崩了 即使戴土不用蓄化的能力 他还有目盾忍术 而比起查克拉亮来 他也是有极大优势的 直到最后戴土才解开了这个意图 他此战的目的就是 除掉斑设置在他心脏上的符中 所以他是有意输给卡卡西的 第一名八门盾甲队六道斑 这是火影后期唯一的一场 有凡人参加的大战 其余的重要人物不是六道先人后颜 就是移植了初代的细胞 只有麦特凯靠自己的努力 维护了凡人的尊严 与之波斑进化成六道斑之后 忍术对他已经没有效果了 能打出伤害的只有体术和纤术 眼前的情况擅长纤术的名人已经昏迷 而水门虽然会纤术却不擅长 能救人者世界的只有体术 于是麦特凯毫不犹豫地开启八门盾甲 而看到八门盾甲后 斑说的是 能和八门盾甲之阵战斗是件难得的事 那我就和你玩玩吧 所以这场战斗 斑即使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也几乎不进攻 他就是要看看八门盾甲多厉害 因为此时的他恢复能力惊人 只要头部被踢掉完全可以恢复 不过在阿凯最后的绝招叶凯出现后 斑有点后悔 因为叶凯扭曲了时空 他真的躲不开 可惜的是阿凯只踢碎了他的半边身体 如果踢到头的话真就是大结局了 此战斑放水的原因是对八门盾甲好奇 俗话说好奇害死猫 斑也差点害死自己 除了这11场明显的放水战斗 还有两场战斗在某个招式上放水 一是佐助对迪达拉 为了佑的情报 佐助没用手里剑砍死迪达拉 只砍中了他的胳膊 要知道佐助和佑一样 都是手里剑专家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砍歪的 二是明昀佐助的第一次终结谷大战 最后的螺旋丸对千鸟 明昀只划伤了佐助的护额 也没下死手导致了自己的落败 但这两场战斗都只是某一个招数上的放水 其余的部分都是实打实的 还有小组织成员捉拿任助力的战斗 理论上他们都要抓活地回去 但任助力各顶各的生命力顽强 而且小组织成员们也都不是慈善家 所以他们之间的战斗往往都是下了死手 只是最后给任助力们留口气 参考迪达拉和我艾罗的战斗 好了 火影中的十大放水战斗就总结到这 拜拜